字幕提供了5倍 如果看到5倍 生命值已經加了200多倍 真的很瘋狂 這個頻道是做了一些關於遊戲的新資訊和直播 喜歡記得按LIKE以及訂閱吧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說說裝備方便 即是遺器 一開始大家可能只有藍色或綠色 究竟有什麼方法 在初期獲得超強或強力的遺棄呢 如何升遺棄呢 因為遺棄升了 其實你的能力會增強很多 其實很簡單 大家只需要做任務 基本上我想到了21度 帳戶等級 應該會有兩套 當然 前期也可以看看 很簡單 只需要按地圖 然後再按左上角 有一個排版 然後可以看模擬宇宙積分 按下去 便會看到NPC 就是內部購物專員 內部購物專員 傳送附近 然後走上來 基本上你都會看到 就是溫世齊的NPC 直接進去 便可以買到紫色的遺棄 另外我們只需要在黑塔幣 便可以買到 在冒險任務獲得 探索獲得 大家可以去探索和任務 便會獲得 如果玩到差不多 一定會有這個幣 然後便可以直接換一套 非常輕鬆 便可以換成一套 前期可以幫助我們很多 另外我們消費 便會獲得抽蛋券 還有星瓶 星瓶等等 這些升級資源 還有毀滅之影 這個要來幫助我們提升開拓者的星魂 即是整進我們的主角 再換掉它 如果已經沒什麼可以換掉 好 這裡我們順便獲得獎勵 好 大家看到有很多獎勵 還有四星光追 這個應該是四星光追 四星光追 接著再拿升瓶 很多東西要拿 主藍 好 我們按出來 去到第二個星球 然後應該就是... 對 去到這個盤南陣 你按到盤南陣的時候 我們又可以傳回地底商店 地底商店這裡 我們又可以購物 大家走過來找盧德 找盧德 我要購物 然後如果你有東城盾 即是貨幣 你便可以去買東西 又是你做主線 任務 解任務 又可以獲得 接著我們可以獲得換領 即是買拳王的冠軍戶頭 拳王重炮手套 整套拳王裝 亦是你消費了的話 會獲得四星光追 又或者是升瓶 升聖資源 這也是你需要就換了 不過這套裝備一定要換 因為前期我們很需要強力的遺棄 又有毀滅之影 幫我們開拓者升星雲 來到這位置 我們遺棄已經有兩套紫色 直接上升 我有快槍手 兩套攻擊會提升12% 四套速度提升6% 普通攻擊傷害提升 然後基本上還可以換 這套不能換上去 我打算換多一隻輸出的角色 拳王那套也OK 因為還沒有其他強力的 直接上拳王那套 即是其他輸出的拳王這套都可以上升 拳王套裝是物理傷害提高10% 四件裝備者發動攻擊或者受到攻擊 本場的攻擊力會提升5% 最高加5層 即是如果你是不斷被打 可以最高達到25%的提升攻擊力 亦是一套非常好用的 前期的一套遺棄 遺棄又如何升呢 基本上這個位置 我們21級 我們的帳號等級21級 再做多一點主線還是支線任務 應該支線任務吧 你會開啟《亡卻之亭》 《亡卻之亭》那裡有多東西 你會看到角色升級那些 光追、升級等等 還有最重要的遺棄升級素材 我們先去《亡卻之亭》看看 它有不同的關卡 完成後可以獲得多星 除此還會有很多星瓶 我們先拿到星瓶 哇 超級多 你完一關拿齊的星瓶 你會直接有200的星瓶 我們先打打第三關 這個位置大家會看到有建議屬性 你自己配合你的適合屬性的角色 就可以了 我自己最厲害是這隊 試試第三關能否贏得到 我們先拿到重要的東西 好 來吧 應該不會太困難 不過第三關已經去到39 不知道能否贏得到 第四我想我都贏不了 可能不刷第三 拿這些升級資源 對我來說是最好的 如果大家看自己打到哪關就打哪關吧 對 因為升遺器可以幫你升到很多能力 當然 遺器 光追也可以升到很多 看到可以獲得這些升遺器的資源 真的非常重要 我們出現後 又可以獲得200星瓶 然後當然推出升遺器 遺器方面 這裡強化 接著去到5 你看到5的話 生命值已經加了200多 哇 真的很瘋狂 如果卡關的話 你升遺器 已經會幫到你很多 另外就是這些遺器 現在這個階段 暫時來說 紫色非常好用 大致上就是這樣 希望這段影片可以幫你獲得前期的神器 我們今天的影片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按LIKE和訂閱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會員支持我的頻道 還有就是分享給朋友們 讓他們不要錯過遊戲的資訊